纽约市长白思豪在记者会上表示 已经聘请了1700名追踪人员 他们将在6月1日前接受培训 追踪人员会负责打电话给 曾与染疫的患者接触过的人 并和确诊的患者每天联系 确保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 市长还说 纽约市到6月份时 将会有180多个检测点向居民提供检测 并希望在8月1日之前 达到每天5万次的检测 另外经过两个月的电子化交易 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于周二 重新开放了交易大厅 不过将会控制人流 大约有100名的券商代表 监管人员及交易所的员工反攻 占整体人员的数目约只有四分之一 其余的员工继续在家工作 而反攻的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和面罩 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并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NBA的布鲁克林栏网 对周二发声明表示 即日起将开放他们的训练场 供球员自行训练 球员们可以在位于 日落公园的训练中心进行锻炼 纽约州长库默周日才宣布 如果职业体育联盟能够遵守健康协议 开放球队训练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 纽约报道